对比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情感当中有太多的空白格 就是彼此都在彼此的世界里 然后把空白留给了对方 其实以前我听这首歌就在想 为什么恋人之间会有留那么多的白呢 有时候说留白是一种美 但如果留白留多了 那真的就变成距离 你们之间太多的不同 价值观 人生观 包括对未来生活 小日子的安排都不一样 留白太多 那个爱情就没有那么充实 没有那么美好 你又强势又黏人 那么很难出现这样一个 既能够让你黏着 这样一个温暖的 不是那么大男人的男人 而又在你所谓的 对将来的规划上 那么清晰 那么明朗 那么有主见 这是很难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的 所以你们之间的空白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他空在那里 因为你最初选择他 看重的就是他的这份踏实稳重 我觉得其实这个男孩身上有很多可取的地方 比如他说 我是应该更多的体验校园生活 比如说去更好的学习 去接触社团 去校园里的活动 更多的参与 我们扎扎实实地生活在每一天 我们所处的环境里 就是你更多的是 很跳跃地接触了更多的东西 而他愿意在 正在所处的环境当中 不遗余虑地去过日子 这没有什么不好 男孩我反而也觉得 就是这个女孩在某个层面上 也是适合你的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磨合好了 坚持走下去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互补 你缺少一些长远的规划 缺少一些像他这样年轻人 创业或者是 奔社会的一种激情 但是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还是需要激情的 它可以带动你感染你 让你的生活更多元 更充实 我的建议是 如果此时此刻 你们彼此心中的感情还在 就尽量要到一个地方生活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袁老师 来 许中 女孩的进度成果感 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做出决定来说 一定是你做出的 他一天一个遍 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纠结 一种程度来说 你比他要成熟的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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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